各位好 欢迎收看收听由江苏城市频道和江苏新闻广播同步直播的零距离 我是大林 各位好 我是聂琪 四年一次的南京市运动会今天在奥体中心开幕了 有五千多名运动员参加了比赛 本次的南京市运动会将为青澳会和亚青会选拔出好苗子 并且还专门增设了一些新的比赛项目和青澳会来接轨 进入今天的现场报道 南京市第二十届运动会在参赛资格和项目设置上 基本和亚青会及青澳会相吻合 因此青少年部增加了几个新项目 包括赛艇 跳水和体育舞蹈 其中赛艇是青澳会的比赛项目之一 这次比赛我们青少年部的年龄是六岁到十八岁 其中有一部分好的选手和苗子将会参与青澳会的选手的选拔 有一部分比较优秀的队员还有机会参加13年的 这个亚青会和14年的青澳会 本届南京市运会开幕式是有史以来最短的一次 从一个半小时缩短为25分钟 省略了运动员入场等环节节省了很大一笔费用 同时将以往的文艺表演改为群众体育大联欢 南京市长基建业还在现场体验了变速自行车等健身项目 5000多名运动员中不仅有南京市民 还有工作学习和居住在南京的外国人和进城务工人员等 江苏城市频道为您报道